救命啊 怎么回事啊 有有救命我啊 你干嘛 我怎么跑 你干什么呢 我干什么她是我老婆 什么老婆老婆可以叫救命吗 她头跑出来啊 头什么跑 人家她不愿意 怎么不愿意 她就是我老婆我买来的 跟你说 买来的呢 你什么人呢你 怎么回事 你干嘛 什么情况没呢 我还还那么欢 我是被原贩子卖给他做老婆的 他逼我 要给他生小孩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就跑了 跑了两个山头了 原来是 你这种 还敢跟原贩子同流后不 打我干嘛 我是花了钱的 花了钱呢 这种勾当你也敢做 你真的不怕 多了你进去做一辈子了 也不这样吧 我先送他去派就说 你再跟他啊 问一下什么情况 好啊 你送他过去 哎呀你不要救我啊 哎呀 保安大哥 多亏你救了我啊 哎呦 你怎么 都遇到这种事情呢 我都 他一路追着我啊 我跑了两个山头啊 好不容易遇到你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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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肚子痛啊可能 刚刚我跑得太快了 痛啊 怎么办啊 肚子痛啊 我 我 我没进入婚我也不懂啊 能不能送我去医院啊 我现在还要这里站岗 哎呦 要不你等一下 我打听他给我们村长 叫他过来 他懂啊 快点啊 可能要生了 喂 村长啊 我在二号港这里啊 刚才救上一个女孩子 她说她准备生了 哎哎 你先过来先过来 快点 啊 哎呦 美女你等一下 我们村长等一下就来了 好好好 哎呦 那村长怎么这么久啊 村长 来来来来 哎呦 怎么回事啊 这里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刚才这个美女啊 被人家追啊 说是人贩子卖给那个老头 那 人贩子呢 人贩子我已经叫大炮桌剧 拍出锅了 做得好 做得好 村长啊 救命啊 可能要生了 要生了 可能刚才 哎呀 我都跑了两个山头了 可能是 跑得太累了 可能要生了 我也不懂村长 你看看怎么办 哎呀 毕竟也是啊 人命关天啊 是吧 那刚才又生了是吧 那起码得 我送她去医院吧 先送她小孩 咱们再说吧 来来来 来来 你送她 哎 小心点啊 哎 小心点啊 哎 小心点啊 大佑你 你要举一下就你这样啊 好好好 好好好 你们慢点啊 啊 快点啊 你不住了 没事没事很快了啊 在村长家也住了一个月了 今天也是刚好满月了 今天也是刚好满月了 在他们家 给我吃 给我喝 给我住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再住下去了 宝宝我们走 我们去一个没人 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 哎 你干嘛 要去哪里啊 是啊 村长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你们家住了 你看你们都照顾了我一个月了 今天我也满月了 我想走了 你看 你走 那你要去哪里啊 是吧 你一个啊 你孩子 带着一个孩子 你能去哪里吗 我想去一个没人认识 我们的地方 重新生活 说了什么话嘛 对呀 而且你看 说真的 你在这里住了那么久 是吧 我们对你也挺好吧 每天我老婆啊 都包啊 那个鸡汤给你磕 是吧 让你补补身体 难得今天你身体恢复的很好 你现在就要走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你到时候要去哪里啊 你也无依无靠了 就是因为你们对我太好了 我受不起啊 吃你们的 助你们的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这都不要紧 其实我跟我老婆都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对待了 把你当家人了 是啊 你就留下来吧 在我们家住 但是 我一个女人带着小孩长期住在你家也不是个办法啊 那你带着小孩你什么打算吗 我没打算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看孩子走一步算一步 哎 那你执意要走 真的我们其实我们也不拦着你 但是你起码有个打算呢 但是到时候万一啊 你遇到坏人呢 万一你没有给他孩子找一个好归宿呢 所以天咬底下呢 你苦一点不要紧 但是你不要苦了孩子 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你不可能让他从小跟着你一起受苦吧 不过村长你说的 对 我也想找一个归宿 但是哪有这么容易找啊 要不然 哦 我想到了 哎呀 有一个正义的人 正义的 那个心里面心地要踏实 为人要好 绝对值得你托付重生的 真的啊 对你放心这个问题交给我 绝对能帮你找一个好男人 你要好好保护你 可是我带着小孩别人会嫌弃吗 没问题的 你放心 哎行你我来拿 我现在马上带你过去 那好来来来走走走走 来来 过来啊 就是这一户了 嗯 不过你又不要嫌弃人家家境条件一般般哦 虽然说没有我家那边好 但是人家人好心好心地善良 那是最主要的 我也没有资格嫌弃 再说了我也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 只要他不嫌弃我们就好了 啊 你知道这么想就行了 好难得 好吧那我叫一下人 好 有人在家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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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我家 你在家真的太好了 哎 哎 有什么任务吗 没什么任务 今天啊 特意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村长帮你错一下 真的吗 对 这个你还认识吗 没印象 你再仔细想想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啊 那天 在宝安港那里啊 哦 我记得了 那天我打天过来给你那天 啊 对对对 原来是你啊 他当时一个大度婆 又不是你救了他 他不怎么办呢 而且啊 好在啊 他们母子平安啊 哎呀 那 那这样就好 哎呀 谁来了 村长过来了啊 哎呀 你看 你看我不是看你儿子现在没结婚吗 然后又看你儿子为了我们村啊 真的是 没有他 真的那些啊 那些什么啊 东西人啊 有些话言的很猖狂啊 是吧 始终有了 你大勇 是吧 一直在让你站稿 保卫我们一村的平安 哎呀 也误了他的终身大事 一直没找到老婆 村长心里面 都有点 过意不去啊 哎 其实啊 这些都是我家大勇的职责 他既然准备当保安 就要保卫我们村的平安 哦 难得 你看 业妮你心里那么善良 教织的儿子也是这么有正义的 哎呀 也难得 今天这个你看 做你儿子夫 满不满意 哎呦 像我家这个条件 我们怕委屈了他 哎呀 不会的 人家美女啊 不前妻 只要有个好归宿 那就行了 对的好的男人 而且这个人呢 你们家大勇非常合适 我相信大勇绝对以后是个好老公 好爸爸 然后你看大勇怎么样 那天他也救了你 总算是你来到我们村了 也算是有缘了 是不是 是啊 我觉得他人挺好了 我还要他 我要还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了 如果那天不是他救了我的话 我可能今天都看不到我的宝宝了 对啊 你真的愿意跟我家大勇在一起 我这种家庭我怕等一下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其实我想要的生活也很简单 我也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 平平淡淡也是一种幸福 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了 对难得一个这么嫌弃良母的类型啊 哪有啊 你不就不要再推迟了 你老妈也很喜欢 而且你看 大人人家也太好了 你们也算是一家人 也要肯定过得很好了 而且人家都说婆西关 其实最难处理的 但是你今天这位就是一个好婆婆 你看是不是 是啊 看着阿姨挺面善的 对啊 难得你看大勇你总算是好人有好报啊 天赐良缘了 忘记了跟你说彩礼我也不要 还不要彩礼啊 那不行 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给的 我们会按照我们这边的风俗 该多少我们就会给多少 不能委屈你 哎 你别说这种 现在啊 他 我们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妹妹处理了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以后他的婚事我们做主 那给什么彩礼呢 是不是 不用免了 就是这些钱以后 好给孩子买点奶粉钱 好教育孩子 给他们过更好的生活 好好好 你放心 我以后啊 会把你当成我亲闺女一样来带你 来来来 先进屋吧 来来来来来 这个孩子 你们一定要当作自己的 亲生儿子一样 船长你也先进屋 你先进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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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村长护员 大勇啊 你看 以后有了老婆了 是吧 要好好努力更加努力工作 对吧 毕竟有老婆了 有家庭了 有孩子了 不一样了 是吧 你放心 村长上个月就生你为保安队长 而且 还有给你加薪 好 太感谢村长了 以后好好为我们村效力 好 保卫我们村的平安 对 以后就靠你了 好好好 那好那进去吧 妹妹 妹姐回来了 哎呀 我好想你啊 几个月不见 我也好想你啊 这个肚子怎么回事啊 这么大 哎呀自从我去广东啊 那些靓甲呀 今天轻我吃麻辣档 明天那个要轻我吃辣椒 所以吃着吃着 这个肚子就大起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我就回来了 你都不知道啊 我刚刚回村的时候 我三八天也知道 我这个肚子吃的这么大呢 是麻辣汤能吃这么大 对呀 那就回来了就好 先进屋吧 哎好 哎呀我这个傻姐姐啊 怎么回事 肚子这么大 还说是吃麻辣烫 烫的 我看是怀孕了吧 还好没有人发现了 不过怎么办呢 肚子这么大回家来 也不是个办法 不行 我要打电话给村长 叫村长过来帮忙处理 喂村长啊 急事急事啊 快点来我家一趟 好好好 哎呦 该怎么办呢 这个傻姐姐啊 哎 小林怎么回事 你那么焦急叫我过来 干嘛啦 哎呀我那个傻姐姐啊 从广东回来了 那个肚子这么大呀 她说 那是那些老老 请她喝奶茶 吃麻辣胖胖的 那根本就不是胖啊 是怀孕了 哎 这广东你看 怀孕了 是啊 那男朋友有没有带回家 没有啊 哎呀怀孕了 那现在肚子多大了 看的应该有七八个月了 那怎么办啊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才叫你过来帮忙处理啊 村长 你先要叫她出来 我先看一下 好 姐 哎 来来来 村长 你来了 对 哎呀 小燕啊 我好几个月不见 你都吃胖了 对呀 天天吃那些麻辣蛋吃辣条 吃的我都撑了 你看这个肚子吃的这么大 哦 那现在啊 你喜不喜欢吃酸的 辣的更喜欢 又酸又辣的那种 哦 酸辣的都喜欢 哦 那就 对了 怎么对了 跟你这样 你看你现在这么胖啊 是吧 在家里面住啊 万一村里面的人 来到 看到你这么胖啊 人家说 哎呀 你吃的这么胖 这么难看 人家会笑话你的 你害不害羞啊 肯定害羞啦 在找我黄花大闺女一个呢 对呀 正因为你是黄花大闺女啊 你肚子这么大 是吧 吃的这么胖 都知道都看到啊 人家整个传出去啊 整个山村溜洞都知道 小燕啊 这么胖了 到时候啊 你怎么嫁出去啊 人家都不要你哦 那怎么胖啊 村长 没事 没事 我现在啊 带你去一个地方 币一币 好吗 真的 对对对 我带你去其他地方住 你不要在家里面住了 那行吧 有没有辣椒吃啊 有有有 天哪里肯定有辣椒 那行李呢 行李呢 我行李在家里面 我们出去住啊 好好好 你要不回这 那我妹呢 你们也一起过去看一下 来走走走 来来走走走走 来来走走走走 哎小静 哎村长 哎呀你你大哥呢 我大哥我刚刚想拿这个辣椒给他吃 等他老是在家里搞搞这样的 都不听话 那你叫你大哥出来啊 我说什么意思啊 有好事情啊 你大哥不是没结婚吗 是吧 哎呀你看你整天说你大哥哎呀 不务正业 又没有老婆 今天啊村长特意带一个过来 介绍给你大哥 这个姐姐好漂亮啊 你看他说你好漂亮 哎呀 叫你叫他出来 叫啊大哥大哥 哎出来 是不是有辣椒吃啊 咬咬咬 来来来 辣椒呢 我要辣椒 来 你的辣椒呢 你 辣椒 这是辣椒啊 啊姐姐我也想吃 来来来来 给一根我妹妹啊 我妹妹也想吃啊 来来来来 先拿着好拿 你也喜欢吃辣椒啊 对呀好好吃啊 你看啊 这个是他大姐 大姐啊 那个脑袋 你也知道 就怎么吃吃吃 去广东啊 你看 你看吃着吃着 他说 吃到肚子大了 其实你看他 哪里是肚子大 是怀孕了 哎呦那 那怎么回事啊 那 那 意思就是 你大哥也没有老婆 是不是 上面 把它介绍 给你大哥做老婆 这样的话 你们家 是吧 有耗了 也可以传终接代了 你看你大哥这样子 如果想要娶一个 正常一点的 也很难 而且 插进条件 要一般般 是不是 还有啊 你大哥一直不结婚了 你也嫁不出去啊 你也不舍得嫁啊 是吧 说的也是 所以不也不要误了你的中山大事啊 不过 这次你带这个 这么大肚子过来 如果啊 这个女的 如果要愿意嫁给我大哥的话 到时候 你看我大哥 你不懂的那种 是不是 哎呀真的是 他愿意啊 嫁给你大哥 你大哥是什么 你们家 主房冒清烟了 我跟你说 我姐的婚事 我做主 他愿意 只要你们能够接受他就行了 对啊 你看这个是他卖 是吧 他们家这个也不用彩礼 我巴不得呢 对啊 如果你看 他们两个挺般配 只要有辣料吃啊 一切都顺利 是不是 还好吃啊 啊好吃 慢慢吃 你看 也是挺般配的 是不是 以后你们可要好好对待我姐哦 哎呀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姐的 那就行 对 做了这样就好 你看看 啊 你看啊 他事实这么发达 到时候也可以帮你分担一下家务 是吧 他姐很听话 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对对对 很听话的 那我大哥也勤劳啊 一样的 对他们两个在一起 简直就是天作之和啊 真的是太好了 嘿 你看看他 那哎小燕啊 哎 啊以后你就在这里住了 在这里啊 对啊 在这里拱拱 对对对对对 以后啊 你在这里 住着住着 到时候这个肚子啊 那就不胖了 就慢慢慢慢消失了 那不胖了我可 哎 进回来中我妹妹住了 哎 到时候先嘛 是吧 等着你肚子 你看恢复原胀了 然后你到时候再回去 好吧 到时候啊 村里面的人也不笑话你了 知道吗 知道了 谢谢船长啊 哎呦 哎呦 你啊 你要跟他在一起哦 好好对待他 有辣条啊 记得给他吃 不要自己吃 知道吗 有人陪我玩了啊 真好啊 那里面还有辣条吗 我们进去吃辣条啊 吃辣条了 你看他们你看那么和谐啊 我总算放心了 我哥终于有老婆了 对 你哥有老婆了 你看到时候 你也不用整天苦恼说 你大哥娶不到老婆了 你们村的人也不会笑话他了 还有现在你看 要有现场的啊 可能啊 过一两个月就生了 就可以全中接代了 真的是谢谢你啊 那以后啊 你也要感谢他 这个妹妹啊 打电话给我 不然我都不知道呢 好 那过两天 我们就办一个婚礼吧 那行 等个好日子吧 把账也给领了 哦 对对 这个最主要了 你那这样了 到处就是合法夫妻了 是吧 好 那行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 好 走走走 快点出来 滚滚滚滚 妈 小妹 你们两个干嘛 要把我赶出来了 干嘛 干嘛 你看看你 嫁到我们家来了 就知道给我生个赔钱货啊 生男生女 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再说现在男女平等啊 女儿能全中接代吗 啊 女儿啊 趁着你大哥还没回来 我们今天赶紧把他赶出家门 是啊 我要赶紧把他赶出来 趁大哥不在家 把我赶去哪里啊 你看小孩还这么小呢 你看看你生你不也是生了个女儿吗 你就把他当成宝 怎么我生女儿就是赔钱货了 当初我都叫大哥不要娶你这种女人了 好了 现在娶了 哎呀我手机响了 哎呦 大哥打回来的 先等一下 喂 大哥啊 什么 回到春考了 好好好 好的 回到春考了 是啊 看来今天啊 要把他赶不成 我告诉你啊 等一下啊 你小心一点说话 要不然的话 撕了你嘴巴 就是了 听到没有 孩子叫我来抱 回家里面去 哎呀哎呀 老妈 我干嘛 妈 小妹 干嘛哭哭啼啼啦 干嘛 都是你这个老婆 怎么了 等一下把我们赶出家门了 他说我 扎不出去啊 在家里面白痴白活的 那些老妈老 不重要 哎呀 老婆啊 我每个月都寄钱给你啊 你干嘛又这样子 我都说叫你啊 好好对待我老妈 对待我小妹了 我小妹现在都没有嫁人了 你不要嫌弃他 哎呦我老妈 虽然说年纪大一点 但是你看我老妈对你也不错啊 你干嘛又把他们赶出家门啊 还有我回来啊 不然我都不知道啊 他还嫌弃啊 妈抱不好他的小孩 我每天在家里好伤适合他 他想吃什么 我都煮给他吃 他还嫌弃我做的 犯在不好他的胃啊 哎呀 老妈 老公 听我说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没有这样对他 是老妈跟你妹把我赶出来了 说我生赔钱货 然后你老妹一听到你回来了 他们就假惺惺的 就帮我抱小孩了 哎媳妇啊 你默默你的良心说说 我也没有这样子对过你啊 你今天这样子污蔑我 就是啦 我是这样 然后我有说话 假话吗 哎呦老婆啊 你看平时我看你人挺好的 那怎么 我刚一回来看到我 我妈 我老妈那么可怜 蹲在这里呢 哭哭啼啼的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他们两个可惠装的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反正我说也说不清了 我们家不是装有监控吗 我给你看吧 你自己看 哎呀看怎么看 那个不是的 哎呀原来你趁我不在家 嫌弃我老婆生了个女儿 你们就把她赶出来啊 哎既然都要你知道了 那我们也不装了 是啊我也是装的好累啊 不装了 这种人啊 我当初都叫你不要娶这种大嫂了 你看 人又矮又小的 你看 一抬就三个赔钱货 你说什么 我们家庭条件 也一般吧 你看 他当初不顾家庭的反对 硬要嫁到我们家 而且你看平时在家也勤劳啊 什么招务都做 你看非得逼他找呢 而且你看 我们现在还年轻 是吧 咬的是机会 而且 虽然 小林给我生了个女儿 但是我也很喜欢 女儿就是爸爸的小门袄啊 其实现在啊 男女的平等的时代 男女都是宝啊 你干嘛用这样子呢 老妈 总之我不喜欢 我对他不满意 就是了还咬啊 是从他嫁来这里啊 你看 搞得我啊 看男朋友都看不成啊 你怎么 赶快跟他离婚 哎呀 小妹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怎么怪你大嫂呢 哎呀 哎呀老妈 你轻点不要吓到孩子了 知道吗 哎呀老妈 你算了吧 算了 必须是一家人 俗话都说 家和万事兴啊 是吧 你不要劝我们 行吗 我非他 不娶了我跟你说 你不要再把他赶走了 我这辈子就验定他了 哎呀 你这个不孝子啊 老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现在竟然为了老婆 而捂你老妈的话 要这种老婆有什么用啊 马上去跟他离婚 明天啊 我叫十三姨 给你从今介绍一个屁股大的 一胎能生儿子的那种 我不要那种 我就爱他一个 你爱什么爱啊 老妈只要一个 老婆啊 以后才可以再娶 你想清楚 你说什么话 你现在干嘛要让我为难呢 这边是我的亲人 这边呢 是我那同城共产的老婆 你让我怎么搞嘛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啊 既然我的已经给审查你了 你自己最要决定 那你执意要把小林赶住家门了 对 是啊 老公 老公 你就应了老妈吧 我们离婚吧 你看 老妈也不喜欢我 小妹也不喜欢我 你就找一个老妈喜欢的能生儿子的吧 哎呀 老婆 你干嘛要说这种话呢 其实你生男生女 我都喜欢 既然 他们永不下你 那行 跟着这样 这个家我们也不待了 我们出去住 省得你看 每天你都受他们的欺凌 而且哪天呢 我不在家 又把你赶入家门了 那行 就让你们这样是吧 那行 以后我跟我老婆搬出去 这个渣 我也不回了 来老婆 我们走 你这个不孝子 你不要后悔啊 大哥 真的是七小时了 简直是咬了 哎 老婆就忘了娘了啊 大哥走了 还有我呢 我以后啊 找一个有钱的人嫁了 你这一辈子都不用腰了 我养你 那你记住你说的话 以后老妈就靠你替我养老了 好 你以后养老了 不怕了 好 要我养你呢 回去 来来来 妈慢点 你说大哥 大嫂他们会不会原谅我们啊 谁知道啊 你当年可是说过 你要养老妈的 谁知道啊 一把年纪了 你自己都还没有嫁出去啊 可怎么办啊 老房子老房子要他了 我叫大哥吧 大哥 开开门 你们两个来这里干什么啊 大嫂 什么嫂 我不是你大嫂 来我家门口 哭哭啼啼的 晦气啊 前两天不是下雨吗 那老房子突然间不弄了就塌了 我们都没地方住了 塌了就塌了 塌了去 去桥底啊 来我家门口干嘛 大哥 老妈 哎 你还没嫁人啊 嫁什么嫁人家都不愿意要我 都说我这脾气太雀了 一看呢 就不喜欢看我了 好了 挑了挑了 这大人送你嫁不出去的 房子房子也塌了 是啊 你不是整天想着要嫁有钱呀吗 哎呀 那有钱的老公没嫁到啊 哎呀 老妈 你以前不是说 啊 儿子走了 还靠女儿吗 女儿不是给你养老吗 谁知道这个不孝女啊 都没有解决了 好了 现在房子房子又没有了 我们都没有地方住了 那没有地方住 那你来这里找我有什么用啊 当初你们那么忍心把我们赶住家门 大家都不让我回啊 毕竟你是我的儿子啊 你不养我们谁养我们啊 哈 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 那你当初什么对待我老婆的 你看 你看搞得他 现在你看 不过 还又伤了一个女儿不 我们啊 现在有两个宝贝女儿不 啊 你能不能接受啊 哎呀 现在啊 伤男伤女都无所谓了 只要你们替我养了就行了 要不要老妈真的是又晕了 过去了 是啊 大哥 我知道错了 你们生了女儿啊 我帮你们带 哈 现在知道帮我们带了 那不行 但是啊 我还是不相信你们 哎呀 现在落难了 懂得回来找我了 但是这个家也有我老婆的功劳 是吧 必定我以后要跟我老婆共度一生的 要不要你进这个家门 得看我老婆的意思 求求你大嫂子 我以前真的下了眼了 我知道错了 不应该那样对你的 你看老妈也那么老了 也没地方住了 你就养老妈吧 不养我就算了 想要我养你啊 没想到你们也有今天了 可是人家俗话都说了 十年看婆 十年看习 性有好婆婆 再有好儿习 当年你们两个是怎么对我的啊 趁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把我赶出家门了 我一听说我老公回来了 就扎心心的对我好 哎呀你看 而且还三放五次的把他赶出家门 还好啊 他没有走啊 不想你大哥这辈子啊 可能是光棍一辈子娶不到老婆了 当年的事过去了 那么久了 就不要放心上嘛 再说了大哥 现在你看你 你住了那么好的房子 你就收留我们两个吧 哎呀 行了行了 因为我们也是同一个都出来的 是吧 于心何眼啊 而且从小老妈一把死一把尿 把我们带大也不容易 其实啊 老婆毕竟她是我老妈 她又是我的妹妹 是吧 亲生妹妹呀 如果她们都这样了 我们不管她的话 那怎么行 毕竟是吧 摆上笑为心嘛 是吧 而且我们家也不缺这点钱 如果现在我们不养她的话 是吧 我们的孩子到时候也啊 学他们我们这样不养我们 那怎么办呢 没有为我们的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才行啊 是吧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也应该放下仇恨了 是吧 一家人没有隔夜仇啊 睡觉醒来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哎 你说的到永逸啊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啊 你忘记了当年我们受的苦了吗 你忘记了她当年是怎么对我的吗 你老妈不容易 你老妈不容易 难道你老婆我就很容易了吗 哎呦我 那谁体谅我啊 那我知道你不容易 但是 你看哎呀 你就他们都这样了 是吧 他们也诚恳 道错了 是吧 你就原谅他们了 虽然 他们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万恩负义啊 我们度量要放广阔一点 其实心里面老是想着仇恨 每天也过得不愉快 是吧 没有仇慕放下 人也开心一点嘛 是不是 毕竟我们都两个小孩了 这小孩都像 你看六年级了 是吧 到时候他们有样学样 那怎么办呢 老婆 那行吧 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那就给一次机会 如果说他今后还是这样对我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不言不义了 哎 知道吗 谢谢你大嫂 好了 那先进 俗话说家和万事新郎 还是老婆好 你看看 这个啊 才是好老婆啊 你看 俗话都说 婆媳关机是最难处理的 难得 经过这次啊 我们呢 肯定会更加和谐相处 好老婆 那进来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还是老婆大豆啊